《娱乐圈》当中,不少明星的天下片酬令人咄舌,光给演员的片酬,就要花掉影片预算大半,让不少导演和制作人哭闹不已。 然而流量明星拥有庞大的粉丝数量,请大明星参演可以保障影片关注度和掌防成绩,这是市场规律。 不过不少明星拿着天下片酬,拍戏时却仍不敬业,尽些年口徒们,本体,念数字台词事件,让我们充分见识了这个行业的乱象。 不少流量明星演技不行,偷懒到有绝招,接到戏就敷衍了事,正是这些演技不行,不够敬业的流量明星,都折拿走数百万,数千万的天下片酬,这个世界怎么了? 张震拍一代宗师前,曾苦练八级拳,还拿下全国冠军,黄博为拍斗牛,与牛同学同住,培养感情,他们都是敬业的演员,值得钦佩。 而有一些演员,拍戏前从不体验生活,更缺乏职业水平和技能,比如他骑马戏分的时候,不会骑马,也不敢骑针马,只能运用到剧替代骑马的效果。 甚至有一点演员直接起在剧组人员的肩膀上,不少网友表态,无耻之急,对于新演员拍戏时的种种丑态,像长龙、张国立、陈道明等大逼老戏孤独看不下去,纷纷站出来谴责。 不过他们也深知娱乐圈的规则,批评时从不敢演名,毕竟以后还要在影视圈中发展。 不过,那些拿着天下片酬的明星们,你们是否应该敬业一点?